我提供給大家一份 我們大概是前後大概幾個禮拜間 就花一點時間整理的 所以裡面比較有一些細節 那原先其實我準備的比較少 也一定是因為那個本來一起那個中強會來 所以他會比較把所有的那個 我們認知到選制的問題就通通看開來說 那我本來是想要比較聚焦在綠檔的一些經驗 不過等一下如果有機會也許大家可以再聊一下 那我印象很深是在那個318在理運動期間 其實當時就是佳華還有吳明軒 好力量的大隊他們在立法院的院外 包括青島公路跟錦南路 陸續辦了幾場的那個草根論壇 那個論壇有參加過的請舉下手 OK 好這個一位 那那個現場的那個氣氛到目前為止我都還很回味 因為非常熱烈 然後我們原先一起說大家可能談問題的層次 可能不一定都很快的拉到那個憲政的層次 可是出不意外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指向了台灣的憲政問題 那第一個最常被提到的就是台灣的國家憲政等等 一直談到社會的正義包括一些甚至民生的議題都包括交易改革 都是在那個草根論壇被提出來的 那後來我們就彙整了這些各界的在街頭上的意見 我們就整理出台灣當前要面對的這個五大範疇 那五大範疇裡面其中一個就是包括選制 那那一次其實是我和徐韋徐老師在4月8號的時候 就是在立法院的議場內開了一個記者會 跟大家說我們必須要透過辦公民憲政會的草根論壇 然後推動論壇 進而去推動全國性的公民憲政會去推動這個現代 那我們本來以為這個由下而上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去飲料 可是其實沒有想到90大選之後就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 因為這是死要危機 朱立倫自己拋出來說要獻祝 小英也呼應 那最近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話 李登輝前總統也說這個要 年後要找那個誰啊 找小英跟那個英倫啦 英倫會吧 他們要來談談就是說憲改 那現在談的憲改主要是說 李登輝的主張是呼應這個公民團體的主張 是二階段憲改 第一個階段就是所謂的憲法結論 就是說把修憲文團下降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先從最有共識的 比如說把投票年齡下降成18歲 那其他的剛剛比如說那個選制的改革等等 他們認為就是說也許是第二階段在哪 那他現在想要設定的議程是希望在7月的時候 就能夠在立法院就推過這個那個 剛剛我講的這個憲法主動 把那個修憲文團下降以及18歲的投票出來 然後接著呢就要送到這個 2016的大選中區復選 大概是目前有一個這樣的政治機會 所以其實蠻需要這個時候去更多的人去主張去要求 要不要提出我們的想法 掌握這個歷史的機會 因為通常整個台灣要有一個修憲的機會 並不是很容易 差不多就是從318然後一直延續到911選舉之後 產生了這樣的一個政治機會 那不過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比較像是在立黨的一個選舉經驗 跟我們對選制的一些看法 那今年其實立黨全台灣推出的這個 最後總共有10個候選人 總共有9個議員跟一位里長 這是全台灣的分布 那這一分布裡面呢 這個整個選舉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做一個政黨 就是說有理想性的政黨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辦的選舉工作法 幫忙那個新的 因為很多候選人全部都是新的 他們根本不知道選舉是怎麼回事 所以要教他們怎麼處理政治現金 面對選舉的時候如何組織團隊等等 就是很多細節的問題 我們先辦選舉工作法 然後呢 當然之前我們需要建議那個提名機制 各位如果參考手冊裡面我寫了文章 其實有某種程度是要回答剛剛大家提的一些問題 就是到底我們怎麼產生候選人 今年我們要求說 你要成為立黨的候選人可以 但是你要取得該選區最立黨選人 看百分之一的公民連署 就確保你有最基本的草根基礎 第二個 我們要求說如果你要選議員 你至少要得到全台灣五個公民團體的推薦 或者代表人的推薦 那跟國民團體一樣沒有關係 最重點是它是不是一個進步性的政策 那這個其實是要確保說 它跟綠黨的理念是合而接近 而且我們可以去建議 那透過這套基金機制 產生的這個候選人 某種程度我們要互相確認 彼此參選的意志跟理想是如何合而起來 因為綠黨是一個沒有資源可以提供 包括保證金 包括競選軍費的一個政策 就沒有錢了 等一下沒有錢我也可以跟大家講 那等到開始選舉之後 我們其實高度能夠揚帶的是網路 就透過網路 比如說這個是開了九支影片 那每支影片就是設法去行銷 那另外我們也找了很多的 這個英文界跟那個 攝影界的朋友 學術圈的朋友 幫我們這個 就是寫一個短的推薦文 或者是幫我們推薦候選人 那找的人還不少 那蠻熟悉的 那整個競選的過程中其實 有一些是創新 但是有一些其實跟所有候選人都一樣 比如說我們都一樣會去那個 菜市場掃街辦票 那要很勤快 然後一樣會在街頭 但是街頭可能 就是一般的候選人可能 大部分是站在宣傳車上面 這樣行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是去掃街 然後 一樣會在街頭 然後站入口演講 那有一些候選人是 在選前可能半年 甚至三百多間前 就已經開始站在入口 不斷的讓大家能夠認識他 那這個做法其實 不是綠黨創的 而是比如說在勞動黨的高為凱議員 當年在竹北選的時候 他就這麼做 因為沒有錢嘛 也不可能做大的看板 每個看板都要花非常多錢 所以就是站在路口不斷的讓選民認識 也上下班的時候 那這也是一個認識 讓選民認識的一個方法 那另外就是 中央黨部這邊也組織了 就是全台的這個 所謂輔選應援團 就是號召一些青年 然後我們就開了一台巴士 全台灣都出去輔選這樣 因為隊長沒有政治明星啦 我去輔選也沒有用啊 因為沒有人認識我 然後大概就是去加油打氣 可是呢 這些年輕人走上街頭 在街頭上是非常亮眼的 然後也給那個候選人 非常的 就是一個 一個 振奮啊 提升司機的一個做法 所以就這樣子打選舉 打到最後 包括 綠狼有時候 傳統上大家 比較熟知的形象 就是騎腳踏車嘛 所以我們 每個候選人 的競選方式不一樣 這個楊文貫先生可能是最平特的 他一個人騎腳踏車 就騎這樣的腳踏車 一天騎幾公里 你知道嗎 你們大概做不到 一天騎100公里 就這樣騎腳踏車 然後拿著麥克風 就這樣掛著麥克風 然後不斷地選舉 那很多人都被他的這個 就是行為感動 那一台那個腳踏車其實是非常難騎的 一般人騎上去不一定騎得到 但是這個老人家就這樣騎了 就整個競選期間 三四個月就這樣騎 那最後整個選舉結果 我們今年終於擴彈了 立場從1996年 就是高孟定當選五多代 然後之後又投入其他政黨以後 就再也沒有人擴彈過 所以算是從創黨18年來以來 第一次挺進地方議會 那一期是在桃園市 王浩宇得票將近1萬7千票 但是歷年來這個得票算蠻高的 然後 周江選議員在新竹 竹東跟武功選區 他的得票率大概將近10% 也算是蠻高的 那這兩個人其實就是 現在綠黨僅有了這個兩期意料 那整個選舉的過程中 我稍微跟大家分析一點 等一下可以再講 就是說 其實選舉的過程 其實是非常的辛苦 那一開始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先重蹈認金 然後你要有 那個有些有選舉的競選總部 有些沒有 那你一旦設了競選總部 你就要支出人事非 那你就要競選 然後你整個競選過程中 你就要你的競選總部 那我請問一下 你要從哪裡去找競選總部 大部分人家不就有工作 要不是正在找工作 要不是學成對不對 然後呢 有多少人真的有選舉經驗 然後贏贏活在一起 如果你要算畢業時 如果也讓產品成功 這個人非常少 所以單單喔 最困難的其實是找總幹事 然後再來就是 總幹事找到 然後你能力去協調這些 複選幹部 那複選幹部的心理素質 跟能力也非常重要 因為 你要在密集的時間裡面 打完這場選戰 然後而且呢 你時常要煩惱 沒有薪水 因為你要不斷的入盤 你才有錢 那整個綠檔的入盤 大概狀況是這樣 有些候選人 大概打完這場選戰 花了三十幾萬 有些人花了大概將近兩萬 那這些錢全部都要套路 那有些時候不夠就是自己墊 那其他的地方的這個候選人呢 你隨便去問一下 大概五六百七八百上千萬 一兩千萬 這個都很正常 所以綠檔花這個錢 算是很少 可是即使很少 付款也是非常困難 有兩個候選人選後 其實有杯的負債 其實也不太多 可是其實對於這個 這個就是說 一般的這個收心階級 或者正在求學就業中的青年 其實負債很大 比如他冥想 他在念那個政大的這個研究所 然後他負了負債三十一萬 然後在基隆的張明利 大概負債十幾萬 那這些其實 這次選舉過程中 其實很實務上 會立即碰到的事情 那這次的選舉結果 其實我們從整個大局來看 就是說 其實大家認為說 到底第三勢力的空間 坦白講 小黨跟五黨的息事 是在減少黨工 然後國民兩黨 加起來的這個 南瓜的總的票數 其實在持續上升 2005年的時候 他們得票率 得票率大概是百分之 佔的比例百分之六十二 但是到這個二零 這次的九合一選舉 他已經上升到這個百分之七十四 所以是說五黨跟小黨的空間 其實是正在強調 那這些小黨裡面 到底各個政黨的表現如何 親民黨 他的那個當選的比例 大概百分之二十 齊了三十六個人 當選九個 台連齊了四十一個人 然後當選九個 其實他的那個 當選率是非常的低 然後綠黨提名九個 當選獎 我們大概 當選率是超過台連 然後新黨提了十九個 當選的兩個 他們的那個 當選率更低 百分之四點五 然後勞動黨他們 提定一位 就是高位排 然後當選也是一位 所以他的當選率是百分之八 那從這個 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說 畢黨其實在二零一二選舉的時候 政黨票的得票是 將近二十三萬票 所以他的得票是 全台灣政黨員排名定 那這一次的九個二一選舉 我們當選陽旗 某種程度也是證明 我們就是比新黨強 就是不管是在 政黨票的得票 或者是地方議會的席制 跟選舉的結果 其實 台灣綠黨應該是 在這一次的九個二一選舉後 也是問過全台灣 排名第五的這個政壇 可是在這裡面 我們有幾個分析跟看法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在太陽花 就是318佔領國會運動之後 有些人其實是 掛著這個招牌在選舉 其實掛著這個太陽花 招牌選舉幾乎都沒有人當選 那從太陽花運動 其實對國民黨的不信任 基本上不會轉 沒有轉移到小黨跟這個武黨的身上 其實是轉移到民進黨身上 所以其實民進黨在這次 其實選舉只是大獲全身 大家都知道 那這裡面其實選舉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發現說 政治家屬派系跟金錢反彈 群聚資源的落寡 還是影響地方政治的主義 我舉個例子來講 那個陳吉在高雄 推了五個子弟拚出來 每一個他的大廣告 每一片都是這個的 這個三四倍大 然後每張照片都是 感謝市長十年栽培 要去請市議員基建都市政 每一個都是市長推薦的 而且還感謝市長十年栽培 然後每一個都是高標大選 也就是說其實現階段 坦白講 是掛著民進黨出戰的年輕人 當選率大概幾乎是 我聽這樣說好像做了一個 大概高達百分之九十四 四五歲以下 比較願意代表民進黨出戰 然後當選率幾乎是非常堅毅 非常大 然後這裡面 其實你有沒有前選舉 是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沒有前選舉 你連掛盤到的錢都沒有 譬如說 我們在那個 淡選選區 淡選選區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一個長期耕耘的 黃州民愛選舉 第三次 然後在這個 所有這些反對 土地徵收的運動 還有反對環境破壞的這些運動 譬如說 反代表大陸等等 他都非常出力 但是這一次呢 其實他偶越選舉 出現了一個民進黨的 這個候選 女性候選 非常年輕 那他就是 其實又沒有參加過什麼 反對運動 那他就說太陽花四代 然後反對 那因為他有錢可以做廣告 所以幾乎就是很快的 這個選民心下 就馬上烙印進去了 所以他是第一靠 高票當選 甚至擠掉了同黨的 老台藝人 所以其實 有沒有錢 你們支援做廣告 讓選民認識你 其實是 一個非常不公平的選舉競爭 沒有錢的 這個候選人 你能做的是 你就是我剛剛講的 騎騎腳踏車 然後 這個街頭拜票 然後走入市場等等 那這些其實是很重要 是基礎工 其實是一定要做的 我舉例來講 比如說 我們在那個 高雄的候選人 梁一志三明區 在選舉 其實大家認為說 他可能選不到多少票 其實是 就是我們有一些主角的幹部都認為他 大概拿個三千票就很了不起 結果他拿了七千多票 只比那個老台的 民進黨的議員 林靜新少了兩百票 那他去掃接賣票 就是去洩票的時候 走入市場的時候 很多人都告訴他說 下次你出來肯定投你 因為我以為你根本沒有錢投你 所以其實整個選舉的時候 這個台灣選民習慣性的政治算計是有的 因為他們很害怕浪費這個選票 所以想要選票投給民國會贏的 那而不是選好的 所以就是回到剛剛有一些朋友的問題 就是很多選民 他明明知道他不好 可能他兩個比較起來 他覺得這個還是我勉強可以接受的 明明有一個很好的人選 他認為他不會當選 所以他不會投贏 大部分選民的投票情況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後來分析是說 有一些地方 情況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地方我們跑過比較多次 發現那個地方的幾個你的 就是得票數比較高 那個比較沒有跑的地方 就是投票 那個票數就比較少 所以其實我們自我檢討 我們認為其實我們跑得還不夠投 扎根也不夠深 如果你跟扎根夠深 就是說你跑得過錢 然後讓選民真的認識你 再加上你有辦法去做宣傳廣告 其實那個你落上的機會還是蠻高的 那政見到底在這整個選舉過程中 影響有多少人 綠黨我可以說是全台灣這次選舉中 最重視政見的一個政黨 我們為了這次選舉 在這之前就提出了整個黨的 9A選舉這次地方選舉的共同政見 我們就是在台北開了好幾場的政策論壇 邀請各領域的專家 包括這個公民社會的一些代表 來針對各式各樣的議題來提出我們的公共政見 我們也要求我們的縣市議員候選人 要到地方去該選區辦理政見審議做團 邀請選民跟公民團體來跟我討論說 我提出的政見是不是一個好的政見 一層一層的警員 然後呢 這些地方政見收集之後 我們還請我們的政策部門 政策部門盤掛了所有 包括對中國的政策 一直到對民生的 一直到族群的政策都有 不同的政策部門 請他們審閱我們地方候選人的政見 然後這些才是端出去的東西 然後我們還設計了一個叫做政治代理人公約 政治代理人公約是要確保就是說 選後這些人要兌現他的政治承諾 還有維持跟黨的關係 也就是說我們試圖用一個比較剛性的政黨去 某種程度去監督我們推出的候選 本來政黨就應該發揮這個價值 但是現在政黨是利益的結合 某種程度主流的政黨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們是控制這些黨籍的立委去做外事 但是我們是想要就是跟這個我們的 政治代理人維持一個合理的關係 那合理的關係是要對選舉不同的 好 那所以其實這裡面 除了我剛剛講的這個扎根的程度 還有選舉的資源裡面 因為還有一些就是政治機會 政治機會指的就是說 比如說在某一些選區 因為這個民黨候選人 就是沒有得到那個民黨 該地方台系的支持 那就是小黨的政治機會 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些不同的情境 會有不同的政治機會出現 那很多時候其實是 這好幾個因素加起來 最後才有機會大選 那接下來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如果大家對整個立黨選舉過程 都還有問題 也許我們在互動 再做一點QA 但是接下來我談一講 就是說 到底整個立黨選舉中 面臨了幾個比較關鍵的問題 第一個其實就是 好認真啊 我們這次不是提了一個 就是說要求我們的候選人 要有所謂百分之一 最低 就是最低當選選黨 百分之公民的聯組 其實這個是帶有一種 挑戰當選提示 是不尋求人民支持 只問你有錢沒錢的選舉方式 理論上講 你要選議員 你不是應該先看看 你在地有多少人民支持你 你取得多少支持之後 你就成為一個夠國的候選人 而不是看你有錢沒錢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 你要先籌20萬人 沒有保證金 你就有機會參與選舉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最近這一份制要就是說 這是一個瑞典的民主 跟選舉研究機構所做的制要 其實在全世界的這些173個國家裡面 不用保證金的是12個國家 沒有特別規定的是69 你說沒有 然後要保證金的其實只有12個國家 然後呢 要登記費的只有8個國家 也就是說在173個國家裡面 真正要保證金的幾乎只有25個 而台灣是其中一個 而且台灣還是各國的保證金裡面最高 高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在台灣選一個國會議員 要花 考證金是20萬 英國只要25000塊 澳洲26000塊 有西蘭3萬塊 你看一下馬來西亞是最貴的 95000塊 台灣要20塊 為什麼有錢人才能選舉 各位想一想 我們的自家市 這個市長更誇張 要多少錢才能選舉 200萬 我們本來其實桃園市想要推一個候選人 呂東傑 結果呢 我們透過募款 最後只募到880萬 沒有辦法集體往前走 你一定要募到200萬 你才成為募格的這個 自家市的市長候選人 這是什麼道理 更誇張 等一下 長正在這裡我稍微講一下 我今天才不知道一個訊息 要參加民進黨 這個總統的初選 是要花500萬 400萬好像是什麼金啊 100萬是做民調 也就是說 你其實 即使是主要的這些政黨 他們在內規裡面 也用錢 往我們去限制的這些黨員 能不能參選 當然我知道他那個 台灣民調可能是真的要花錢 等等 這先知道選舉進度的關係 可是很明顯就是說 這個國家很奇怪 是靠 是看你有沒有錢 作為你 能不能參與選舉的第一關 然後所以一年來 很多選舉的過程中 其實很多人都 因為沒有 沒有過那個 最近當選沒可能一半 所以保證金 就被摸索了 所以我們 一年來 這個 就是那個選舉的過程中 由這個 被國家政府沒收的這個保證金 的數字是越來越高 那 這次立場的選舉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在這邊有一張 請看到那個最後一頁 我們總共 九個參選人裡面 十個參選人裡面 有九個都拿回了保證金 然後有 有五位是有拿回那個 有拿到那個政黨的 那個選票的補助款 也要三十塊錢的 這是選舉結果 所以幸好 平安的避兜並沒有 就是損失太大 那最後我談一點 也選擇 對當前選擇的批評 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狀況是 為什麼小黨窮到 沒有辦法做主治金 也是因為呢 我們在那個 政黨票的補助款裡面呢 只要 只有你過了五個% 你才能拿到那個 政黨的補助 這次已經修到3.5% 對不對 可是綠黨上次 拿到的選票是1.74% 所以還是不可能 拿到辦法錢 可是反觀 你看國民黨 2012選後 他2015 可以總共四年拿到 11.7億 民進黨可以拿到 9.11億 台列可以拿到 2.3億 然後親民黨可以拿到 1.14億 他們都有錢 可以來做這些 發展展覽的動作 但是你 越是沒有制約的小黨 你連一毛錢都拿不到 那所以我們的主張 就是要限制5%的分卡 我們認為其實 就是應該要取消那個下限 反而應該要設定上限 因為那些有錢的政黨 你不可能 國民黨已經夠有錢 然後你每天 五年還補貼給他11.多億 這就是包庸的不得了 可是那些 真正有政治理想 想要開創的人 一毛錢也拿不到 這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 根本取消下限 不過現在是 營修到3.5 跟3.5 不滿意 那這個情形會很麻煩的事情 是說 如果你們投給綠黨 你那一票是不算數的 但是如果你投給國民黨 你每年等於 進化給他的指派錢 那個選民 就是比較高貴一點 所以這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那一個好的政治黨 可以運用這些錢 去發展組織 研究政策 選舉倡議 變成是一個更有 實力更影響力的公民政治團 那平常如果沒有選擇 他就是一個改革性的政治團 那如果選擇 他就成為一個 良性競爭的政治團 簡單講就是說 你投下來給一張政策 就會變成 這一點也有 十塊錢的政黨 補助 然後促進民主社會裡面 多元政黨 這是很重要 所以這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選擇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今天時間關 等一下一些 大家就會提出來 包括 就是說 從 這個 現在的定立制 是不是要變成連立制等等 就是我們的立委選舉 現在是定立制的關係 所以 贏者就全民 這是不公平的 是嗎 像這類的問題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再聊了 那時間關心 我先先談到這邊 謝謝